在1924年的时候,德布罗伊说 如果光在传递能量给物质的时候 它所传递的能量跟动量都只是 以一个点粒子的方式在传递 它所传递的能量必须是H普朗克常数乘上F 它的频率的整数倍 然后光所传递的动量必须是H除以让达的整数倍 从对称的角度来看 粒子或物质可不可以同样的像光一样有波长 是一种波的形式呢? 德布罗伊就大胆的提出假设 就是物质、粒子也可以是波 那它的波呢,只要是波就必须要有波长 那它的波长是多少呢? 它就说这个物质呢,它所席带的动量是P的时候 那它的波长呢,是让达 我们知道H可以把它写成2π乘以h bar 就是这个h bar呢,是普朗克常数除以2π 那H等于2π乘以bar 然后呢,K等于2π乘以让达 所以H除以让达也可以写成h bar 那在德布罗伊提出这样的假设之后呢 后来的人也的确观察到这样子的现象 就是呢,利用电子枪呢 把电子射出来,然后经过双峡 的确可以看到像这样子的干涉条纹 而且这个干涉条纹的这个宽度 就是针所看到干涉条纹的这个宽度呢 事实上就是跟这边电子所具有的这个动量有关 那有电子的动量算出电子的这个波长 那就可以得出这个干涉条纹呢 的这个干涉条纹的这个宽度 那德布罗伊呢,也因为提出了这样的这个说法 而得到了诺贝尔物理奖 那么由德布罗伊所提出来的这个例子呢 物质的这个例子呢 也是由波来描述 那既然是波的话呢 就要有这个波方程式来描述这个波的这个行为 就是这个波呢 这个例子的这个波呢 会符合什么样的这个传播的这个模式 那薛丁格呢 在经过一番思考之后呢 它就仿着 以类似像这个 Maxwell equation 就是这个电磁波的所遵守的这个波方程式呢 写出了这个著名的薛丁格方程式 那这个薛丁格方程式呢 说描述这个例子的运动呢 这个波方程式 这个波方程式呢 那它会是空间跟时间的函数 那这个波函数呢 它会符合这样子的一个方程式 那在这个方程式里面呢 这个波函数对于时间的微分 乘上 负数 虚数i乘上h bar 会等于这个波函数 对于空间的微分两次 乘上这个前面的 这个普朗克的平方 普朗克常数的平方 然后呢 除以两倍的质量 取一个负号 再加上这个 这个 例子呢 在空间中所感受到的这个微能 乘上了这个波函数 那这个波函数呢 它有些非常容易解 有些很不容易解 那 关于这个波函数 还有这个薛丁格方程式的特性 就等你们到高年级 大二大三的时候呢 近代物理 你们就会花很多的力气 来了解这个方程式的一些特性 那在这个波方程式里面呢 这个 它所描述的这个例子呢 它有能量 那它的能量呢 就像光子一样 那它的能量呢 就是普朗克常数呢 乘以这个波的这个频率 或者呢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h bar乘上ω ω呢 是较频率 或者呢 这个 动量呢 不是或者 就是同时呢 它的动量呢 是普朗克常数除以波长 就像这个德布罗伊所说的 然后呢 会等于h bar乘以k 因为呢 这个h bar 这个 就是 常常用到 它等于h 普朗克常数除以2π 所以呢 我们常常会看到呢 这个h bar 而不是看到这个h 那如果说呢 如果说呢 这个波函数呢 它在描述这个 呃 波函数呢 它可以把它写成呢 是这个空间函数跟时间函数呢 分开来看的话呢 那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波函数 Psi呢 写成小写的Psi 然后呢 这其中呢 这个部分 是空间的这个波的这个部分的函数 然后呢 这个是随着时间震荡的这个部分 那你如果说把这个这样子的波函数呢 带到这个sharing方程式之后呢 那做一番化检 你会得到这个h bar Omega 就是这个对时间微分的部分 带到这边来 那这一微分 那你就可以得到呢 这个是h bar乘上这个-i Omega 那-i乘上i 就得到正的 然后呢 h bar 这边的这个h bar 乘上这边微分出来的Omega呢 h bar Omega就是它所带的能量 然后呢 这边呢 仍然是对于空间的这个微分 那你就可以把这样的 随着时间会改变的 薛丁格方程式 变成这样一个 只有空间的未能场 就是这个未能的形式呢 来决定的这个波方程式 那描述这个物质呢 的这个波函数呢 可以用 如果随着时间改变的话 就是用这个式子 不随着时间改变的话呢 就是用这个式子 你可以把它的波函数求出来之后 那么呢 你把这个波在某一个位置 的绝对值的平方 的绝对值取平方 那么呢 它代表的呢 就是在这个x的这个位置呢 发现这个例子的几率 那至于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这是有一番的这个论战的 那目前为止呢 这个是大家都接受的这个说法 那至于这个波函数 这个真正的物理意义呢 仍然有人不接受 这种几率的这个说法 那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网路上 各式各样的这个书 他们都对这个都有一些介绍 那么呢 在这最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因为这个薛丁格方程师 所描述的这个波函数呢 的一些特性和结果 那么其中最为人所知的 就是这个穿碎效应 就是这个量子穿碎效应 我们知道呢 假设呢 你有一个位能是这么高 那你有一颗粒子呢 比如说过来 它的动能呢 只有这么大 那么呢 当它打到这个墙的时候呢 不论这个屏障呢 多厚 只要呢 这个位能呢 比你的这个物质的 这个所携带的 这个全部的能量还多的时候呢 这颗粒子呢 在古典物理来说 它是绝对翻不过这个墙 到达另外一边 这是不可能发生的 可是现在因为呢 这个波的特性 那么 就让这个粒子呢 因为它是波 那么在这个屏障呢 它就有一些几率呢 可能会到达另外一边 好 那如果说呢 以这个 我们知道 如果说我们知道 这个粒子的能量是1 然后呢 我们知道这个卫能锦的形式 就是这个卫能锦的形式呢 就长成这个样子 这是u of x 那这边的横轴呢 是x的话 那你可以去解这个方程式 那你解这个方程式的时候呢 你会得到呢 这个波呢 在这边呢 在这边呢 它会是一个 exponential decay的这个情形 然后呢 穿到另外一边 这样子呢 你就可以知道 当你有粒子呢 它在这边是具有某一种动能的时候呢 这个波呢 到另外一边的这个穿穗的几率呢 是多少 那可以借由这个方程式把它算出来 那这个穿穗的呢 这个比率呢 是exponential-2bl 然后呢 b呢 会等于开根号的2mub ub就是这个高度 这个高度呢 是ub 然后呢 减掉这个电子呢 的全部的这个能量 除以普朗克 h bar平方 然后呢 开根号 那这是去解这个方程式呢 得出来的 那至于如何解这个 这个微分方程式呢 等你们大二的时候呢 你们学这个 应用数学或工程数学呢 解微分方程式 自然就会解这个方程式了 那可是呢 你如果说要知道呢 这个一个物质波的波包呢 如何穿透这个屏障的话呢 那你就必须呢 解的就是这个 有时间 随着时间变化的这个波函数 的这个确定格方程式 那你把这个波呢 譬如说在这里 它的这个波 像在这里 过来撞到这个屏障的时候呢 那有一些会反射 有一些会穿透过去 那就是利用这个方程式呢 把它解出来的 那这些细节呢 限于我们这只是普通物理课程 我们在这里不多做讨论 我们只讲一下这个大概的结果 是怎么一回事 那更多的这些内容 就等待你们上大二大三的时候 对于这个波 微分方程式 物质波 近代物理 有更多的理解的时候 那你们再回过头来看 那你们会发现 这些东西呢 就是这个很基本的 这个薛定格方程式的应用而已 那我们全学年的课程 就到这里结束 谢谢各位同学的这个聆听 来一看 我可能是这样的 好多的 好多的 谢谢大家 好多的 我们在这里 各位